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远处一辆大巴开过 这是荒野的山路,行人并不多 一名男子正在路边百无聊赖的等车 看到巴士来了,他站起来挥手叫停 他一上车与女司机攀谈起来 司机非常漂亮,上车的小伙也很帅气 他们聊了两句便坐下了 车行驶不久,路边又出现了两个人影 他们也招呼司机停下车 可不料这两人居然是劫匪 他们一上车便晾出了明晃晃的刀子 白衣歹徒嚣张的让全车人都交出钱来 可大家都没有动 灰衣歹徒也拿出袋子催促全车人交出钱 他一个一个的收缴,没人敢反抗 但轮到一名中年男子时 他沉默着没有交出钱 这一举动立刻招致了白衣歹徒的不满 即便女司机开口相劝,他也不肯交钱 白衣歹徒上去两圈,将中年男子打出了血 逼迫他交了钱 正当他们收完钱准备离开之际 白衣歹徒盯着女司机看了一会儿 他色心顿起 居然当众将女司机拉扯下了巴士 车上没一个人敢出手阻拦 女司机虽然拼死抵抗 可他终究抵挡不住歹徒 白衣歹徒狠狠地打了女司机一拳 让他放弃了挣扎 他们将女司机带到了旁边的草丛里 这时上车与女司机攀谈的男子站了出来 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只身去救女司机 车上仍然一片死机 等男子一走 那些本来示弱无误的人们立刻趴到窗边围观 男子上前与灰衣歹徒进行了激烈的搏斗 可还是不敌歹徒 他被小刀划伤了腿 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司机被禽兽不如的白衣歹徒侵犯 而车上的人们还是没有下去救援的意思 女司机的哭嚎声在荒野上传出了很远 车窗外阳光灿烂 却驱散不开车里的冷漠阴暗 那些袖手旁观的人们好像就在看一场木偶戏 歹徒们在之后落荒而逃 而被侵犯完的女司机亮亮强强回到了车上 他看着那些人的眼睛 目光里满是愤恨与屈辱 人们都扭头避开了那刀子一样的眼神 女司机回到座位上 他的内心伤痕为累 而车头摇摆的小狗玩具 似乎给了他做出某种重大决定的信念 被刺伤的男子也回到了八十前 可女司机此时却拒绝搭载他 男子非常不解 可司机没有多话 他将男子的行李扔出了窗外 开着巴士扬长而去 只留男子一人在马路上 男子只好拖着一条受伤的腿 沿着路缓缓前行 他后来又搭上了一辆车 男子默默的凝视着窗外 回忆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 可这时沿路却有警车经过 男子跟着警车下车后才发现 原来是刚刚那辆巴士 冲下悬崖坠毁了 而车上的乘客 无一幸免 男子迷茫了片刻 忽然露出冷冷的笑容 这到底是在嘲笑那些 冷漠的乘客们呢 还是在对这个见死不救的社会 发出自己的冷笑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